大家开心不开心啊 卢台长你好 你好 我今天想问一下 七七年男的属蛇 身体和工作 七七年男的属蛇的是吧 对 工作不顺利啊 对 这孩子啊 我告诉你啊 有点让人家呢 不能理解他 其实他工作很认真 对 很努力的 但是呢老有犯小人 听得懂吗 听懂了 你要给他多念点准七神咒 念多少遍 每天给他念四十九遍 好 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保佑 某某某能够工作顺利 好 而且还要给他念姐姐咒 姐姐咒 他周围有很多人 他这个人呢 脸呢 就是那个样 老板子 听得懂 话少 话特别少 话少 连板子 不会沟通 人家不会沟通 实际上就不会做人呀 是 会讲话的人 跟人家一沟通 人家就OK了 对不对 姐姐咒要念多少 姐姐咒要给他念二十九遍 姐姐咒头应该说他的小人吗 怎么说 你就说 你就说 观世音菩萨 我翻小人 不是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那怎么 你就说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 那个男的是你儿子 对 我儿子某某某的 化解他的冤结 好了 对 有冤结 对 你也是这样念 你欠你儿子的 我告诉你 你几几年属什么的 我四八年属属的 儿子呢 七七年属蛇的 我的娘 你跟你儿子上辈子是夫妻 是啊 上会你告诉我了 你看台长厉害吧 我都忘记了 一年前的事情吧 是啊 看见了吗 我上次法会 我也和你俩这样对话了 看见了吗 一年后 我跟你说 我根本记不住的 跟你说 你儿子跟你是夫妻 所以你欠儿子 儿子欠你的 蹭不离跋 跋不离蹭 是 我们关系很好 非常好 对 那我 你看我还能 再帮他什么忙 愚痴 记住了 好嘞 就好好帮帮他念经 好 好吧 就好好让他开智慧 他身体 请他吃大悲 观世音 菩萨保佑 儿子某某某 让他开智慧 好 好吗 好 他身体状况 身体也不是太好 腰 他就是腰 腰 腰不好 耳朵 左耳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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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问题 像中耳炎一样 他老耳鸣 我就不知道 肾脏 也应该起大 吃点六位帝王玩吧 好 真的 还要给他念念经 念多少章 他这个人 很容易惹灵性的 他这个人 喜欢看一些 古代的书 古侠小说里边 对 是 很准 对 我告诉你 凡是武祥小说 他都有真人 当时做的事情 他都有灵魂的 所以我告诉你 很多人就喜欢 古代的东西 很容易忧愁 很容易得灵性病 得神经病 那我给他 你没有办法的 你就多给他念经 小房子就好了 他这里找灵性 你就把它念掉 再找灵性 再念掉 确实欠他的 我们就欠了 是啊 刚刚明白 好吗 那个什么 我再问一下 那个三岁的 叔 也是叔舌的 男的女的 女孩 想问什么 一三年 他身上灵性走没走 我给他已经念了 一三年属租的是吧 属舌的 一三年属舌的 我已经念了 一百多张小房子 没了 走掉了 已经走掉了 这孩子现在很好 对 现在开朗多了 过去吃饭很不好 吃不下 不肯吃 晚上哭 晚上哭 现在吃饭也好 对 现在很好 感谢台长 台长 看看我吧 十八年 书数的 我念的小房子 质量怎么样 再一个我的 好嘞 不能问这么多 给人家问问了 好嘞 台长 我的念账 看看占多少 你几几年 数什么 十八年 数数的 还好 二十三 谢谢台长 感谢台长 好 再见 感谢台长